朋友们好是老片全程的欢迎来到全程解说 接下来送上的是全环零二风云再起的爽快局 然后看一下一批叫做不要亏 二批叫做双火王 好久没有给大家做零二的内容了 上来就是一个大包子吃的爽不爽 最近又是一个包子打空了 对方甚至不想吃这个包子 飞行车起飞 这个版本的话很多人觉得不好玩 但我觉得真是蛮好玩的 非常的有观赏性 一个肩载没有打到 对方打一个背身 就是飞行载 很多时候玩这个游戏一定要耐心 一定要耐心 要抓到对方的破绽 金家畔的话在零二里面可以说是鹰把的存在 他真的是一哥 说他是一哥一点都不会过 一套一气或者是没有气的连段 可以打到对方三分之一的血量 一套连续起飞 这飞行车取消 再飞行车取消飞天脚 没有办法打到就要死 最后那时候 大家觉得这个版本是不是太过于暴力 好看一下陆克尔 最新加盘真的是要飞三吗 这一把 基本还是一个满血的状态 又是个大波 跳过来还抓空了 跑过来 没有太多的作为 发发波 牵制一下 对方下一 真正的需要靠近对手呢 你没有太好的机会啊 像这个版本的话 打一个背起飞 哇飞天脚 连续的霸气脚 连续的飞飞 再接一个 飞天脚取消 对方也不是等闲之辈 目前 真的是完美啊 这局 那只能说这个太厉害了啊 双方 只要打到就死 根本不给对方留什么厚度 看一下这把选择什么角色啊 这边已经选择的是包子 包子开场 包子打头阵 这边有机会 双方都比较客气好了 又是一个笔侠 这个笔侠我其实蛮喜欢看的 这个笔侠的感觉特别赞 啊 又是一个啊 哇 最后一下 伤血非常多 没说零二这款游戏 他已经开创了一个崭新的流派 应该说崭新的打法 虽然说他这个系统不是独创的 其实零二bc暴气脸的话 在月花剑市里面已经是 早已有之 97年之后 其实他们是把这个系统做了改良和移植 那现在 又是一个必杀打空了啊 完了啊 这个八神葵花 秦月英 再取消 这个底下 抄底下 看一下怎么压着对方起身 好 刚才是一个战C取消 血量不够 那只能任人宰割 很多人玩这个版本图的就是个爽快 这边是龙二看一下 龙二这把有没有发挥好啊 用龙二在这个版本里面的也是非常非常的华丽 我比较喜欢这个角色 龙二算一个 然后 猫子算一个 哇 这个必杀 看下多少下啊 应该是二十几架 差不多 好 二七下 好 对方中了一个比赛 又是一个小人打 这个才小人才小人 小人打才小人 龙二把对方比的版面打了个 perfect 完全是非常非常科学的打法 走 啊 紧身来对方虚幻一招起来 cd取消 这个版本的话只要摸到一下就会 斩一颗气 虽然说这个飞行道具改的有点变态啊 但是对于一篇来说要躲过这个飞行道具并不是特别难的事情 好了 一生了 打车 这边直接一个超天脚 这个版本看的就爽快啊 看的就连断 因为零二在原版里面基本上是不会用太多的bc连啊 在这个版本里面可以说是bc连为王的一个一个版本 好起飞 好一个b价 那现在双方来到同一起跑线 都是boss对boss 卢卡尔对卢卡尔 来首先中一个必杀什么鬼 然后是不科学 两个银发的boss这边把其爆一下 蹲在那边不出来 等一下能不能抓到一个比赛 没有打中 来一个兄弟哪里走 做迷藏啊 我最在哈 从容捏死 好的好的 大家喜欢全程结束后 记得点不关注 感谢收看 下期再会